HELLO 大家好 我是慘妹 8月6日是我們生活王國成立一周年的日子 8月20、21日我們將會舉行我們的開放日 地址在這裡 大家記得到時上來探訪我們 除了探訪我們之外 當然我們會有很多優惠 給大家回饋大家這一年來對生活王國的支持 我們到時都見不散 除了貓山王和黑刺榴蓮月餅之外 還有超級香港特色的霜王蓮蓉月餅 還有同一個牌子的流心奶王月餅 即日開始接受月訂 280元一斤的完美花旗心已經很划算? NONO啦 可以再划算 我們圓粒的花旗心一斤都是480元 是不是划算得爛呢? NONO 可以再划算 今次我們有整條樹枝比手指的花旗心 一斤都是280元 280元 今集大家快點來買吧 大肥小天 今天三點鐘一路做 這條第五條片4點幾 每一天都會收工 其實回到家大概12點半左右 然後吃一點東西睡覺 那就是肥的原因 最近肥回來 那一般來說 我就會 拿著一部iPad看到2點多鐘 然後睡覺睡到6點多鐘起床 然後洗個頭 因為人肥頭髮很黏 所以習慣了早上洗頭 等人清醒一點 8點多鐘就吃早餐 接著吃早餐的期間 又在這裡看資料 接著就回網台 如果不用車貨的話 好像今天這樣 約了個網友 10點鐘我就已經在網台了 等網友的期間 我就不停地在這裡看資料 看資料 其實做全職網台 花的時間很多 但是近期越來越開心 我沒有這種感覺很久了 就是過去這一年 個人很累 很累 覺得好像捱時間那樣 但是自從陪下西訪台 看到中國這麼強硬起來的時候 那天我笑得很開心 反而令到我這幾天 做節目的時候 整個人的心情都不同了 因為我知道世界會改變 所以昨天客串的妹妹 賣東西 整個小時都笑過不停 是的 有些笑容 那這裡 我不開玩笑了 拖一下時間都要 好大佬 蕭先生都是這樣 是不是 我拖幾分鐘 賺一下廣告費 先 你都知道我們這些小台 現在 美國的情報部門正式公佈 他們不擔心中國 武統台灣 他們的情報部門 當然 全球第一的情報網 美國 他們已經講清楚 就是為什麼 這一次的軍演 中國未能夠武統台灣 就是補給問題 他們提出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中國 的補給 如果你要打台灣的話 補給是供應不上 第二 就是不能夠堅持超過兩個星期 所以他們一萬個心 擺一部列根號在那裡 那就完結了一件事 根據他們情報網 第一所謂的補給線 就是 就是他並未能夠統一軍區 各自為政 就是很多的軍區 東部軍區 北部軍區 這些全部都 九大軍區 全部都各自為政 並沒有一個實質的統籌 第二 就是 橫道海峽 根據他們估計 如果台灣有四十萬的軍人 不要說全民皆兵 你能夠打台灣的話 只有三個地方 一個就是淡水 一個就是淋口 另外一個就是高雄 四十萬人只要守住 如果用你的船隻 你派遣軍力去打台灣 你是要有一百二十萬的軍力 你才能夠佔領到台灣 而還未算你的後勤部隊 後勤部隊 就是說你的糧食 你的原料 你們各方面的補給 是需要二百萬的軍力 就是說如果你要統一台灣 真的打下來 以現在大陸的能力的話 你要拿著三百二十萬人 你才能夠打到台灣 這個就是補給問題 就是等於為什麼俄羅斯打這麼久 都不能夠全面這樣入侵烏克蘭 其實都是補給的問題 第二當然就是軍備 現在大陸很多的軍備 就是源自俄羅斯的改良 和烏克蘭 當俄羅斯打烏克蘭的時候 都這麼辛苦的時候 看不到中國能夠頂得住台灣 雖然台灣 它自己有自主研發自己的武器 洪峰導彈 或者經國號 或者天弓 但是問題 它也都有買法國的戰機 藍隻 甚至買美國的軍機 你說你都是集牌軍 不同 因為一打的時候 各方的支援就到了 而會影響國際的水域 而最重要的 就是以現在的中國的軍備 它的導彈 他們相信只能夠維持兩個禮拜 打兩個禮拜之後 就無以為刮計 這個就是現在 美國的情報部門 評估為什麼 講了這麼久都不能夠 將台灣打下來 甚至只是靠言語上的恐嚇 當然還有一點的 就是如果你要完成所有部門 可以互相配合 你要十年之後 你才能夠動到台灣 但是未計台灣的成長 所以根據這份報告 就講明了 中國 無論是武器上高 或者軍力上高 甚至配給上高 都未能夠武統台灣 這裡可以補充一點 其實他還講漏了一件事 就是中國究竟的軍人有多腐敗 三十幾年沒有打過仗 而這份報告也都講明 三十幾年來沒有打過一仗 和軍事演習是兩回事 因為變數太多 也都因為這樣 中國共產黨的解放軍毫無勝算 但是在我心目中 最主要的就是軍隊的腐敗 究竟是怎樣 印度才剛剛這樣侵佔了我們中國的班公湖 也都因為這兩年 和印度的所謂的戰爭 拳頭戰爭 直接這樣發現到東方猛士 那些裝甲車 一百台 花了幾千億 結果全部都用鐵皮製造 給石頭一扔就穿 那究竟 那究竟 中國的軍備 那個腐敗程度去到哪裏 這個真的要想 很簡單 就是當日 滿清入軍 八萬之中 可以打敗了 李志誠 當時李志誠是號稱過百萬的 其實李志誠為什麼又能夠打敗明軍 當時明軍是號稱有三百萬的 那你就明白 事實上不是他們勇武過人 而是他們的腐敗 當明朝三百萬的軍力 這麼腐敗的時候 就被李志誠打敗了 但是李志誠本身已經是散兵游勇 結果滿清入關 只是八萬之中 甚至入了關之後 還可以將明朝的福王 號稱二百萬之中的軍人 一樣打敗 今天中國會不會重蹈覆轍 所以你看到 是不是真的敢打 這個是他們所有人的評估 美國佬是已經擺出來 他知道你的筋量在哪裏 當然美國佬說而已 我們解放軍 未打過這一仗 未打不知道輸贏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會不會打 拜拜